彰化县是农业大县 农特产品关于全国 蔬菜水果种类众多 近年来彰化县政府是积极提升在地的农产品质 力推彰化优先认证标章 并且跟多种不同的同路合作 30号这一天呢 也跟知名的超市来联手 成立彰化优先专区 上架优质米跟火龙锅等超过30样的产品 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专属彰化的味觉饗宴 各式各样满满的新鲜蔬菜水果摆满货架 全都是来自彰化新鲜值大的美味 近年来彰化县政府积极提升在地农产品质 力推彰化优先认证标章 并跟多种不同同路合作 30号这一天也与知名超市联手 成立彰化优先专区 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2月2号 那我们这次也多了24项的品项来上架 所以你在这个生鲜也好 在我们一般的柜子也好 看到彰化优先可能有30几样的一个产品 那实际上彰化线有260样是经过我们认证的 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明年能够进展到大火 那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品项选择 不管是架上的优质稻米或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全都是彰化县政府挂保证 每样农特产品不仅取得三张EQ 还有其他第三方验证机构合格资料 产品上全都有明确的标示 让消费者选购彰化的农产品多一层保障 这次来配的这产品其实在金钻米产品得奖 今年刚好114年刚好公布入围10支里面 我们这两支都一样得到这个金钻米 今年金钻米的入围双入围 这个是一个厂商里面最多两个 那把最熬的东西我们都拿来风光超市 所以今天的上架记者会 我们会增加购买彰化优先的产品 目前台湾方超市彰化线的产品 已经超过150个品项 营业额已经超过两亿五千万 但是我身为彰化的指定 我还不够真的还有努力的空间 所以希望第二阶第三阶我们延续 来推荐好商品 县长也强调这次与超市合作 只要民众在彰化优先专区购买商品 就享有满百点数五倍送的活动 搭配振兴券更能把效益放大15倍 欢迎民众度假选购 纪阳宗环台中采访报道